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全家的电费都算在我头上 不是我小气 也不是我找茬 而是我弟媳妇这个人 是要悠着点 他强势还算计 我也不想就这么吃得哑巴亏 装完空调后 我就没去过娘家 哪天得去看看 我也没有多话 把弟媳妇发给我的电费金额 一分不少地转给了她 下班了 我没有回家 而是没有跟父母打招呼 直接回了娘家 果不其然 我被坑了 家里根本没有开空调 也不知道弟媳的那张电费单子是哪里来的 大概是pst的吧 都说娘家是女儿的退路 不过这句话好像不适合我 我的娘家只会给我找事 却从不帮衬我 幸好 我有一个不错的婆家和老公 我叫方燕珍 今年36岁 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农村家庭 弟弟还没有出生时 父母对我还是挺疼爱的 记得那时候父亲去城里打工 每次回家时都会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 六岁的时候 弟弟出生了 父母的宠爱好像都给了弟弟 妈妈坐月子的时候 弟弟的尿片是我这个六岁的姐姐洗的 为了带弟弟 原本七岁该上学的我八岁才上学 刚开始我也没有觉得父母偏心 弟弟我还是挺喜欢的 对妈妈 让我让着弟弟带弟弟 我也从来没有怨言 弟弟比我小 我让着他是应该的 第一次觉得父母偏心 是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那年我小生初 快要考试对于我来说 应该是最关键的时候 弟弟又撕烂了我的书 我真是很生气 就打了弟弟屁股两下 弟弟去跟母亲告状了 母亲也不问青红皂白 拿着鸡毛胆子就狠狠地抽我 我这人比较将 你不愿意求饶 就在那里认着母亲打 最后实在打得疼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但我也没有哭出声 父亲回来后 我还想着寻找一下安慰 就把弟弟把我书本撕了 我轻轻打了他两下 母亲用鸡毛胆子把我抽了的事 告诉了父亲 那时候是五月 衣服穿得少了 我的手臂满是被母亲抽的红印 以为父亲看了会心疼我 没想到父亲却责怪我 你做姐姐的 不心疼弟弟 不让着弟弟 就算他做错了 你也不应该打他 你母亲打你没错 你姐姐都不会做 真欠打 这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和弟弟 在父母眼里的分量 是不一样的 想到母亲经常说的 以后我们家要靠弟弟 我一直以为 只是说说而已 原来父母就是这么想的 初三那年 我们村里新开了一家电子厂 有闲招我们村子里的人 去打工 父母也没有跟我商量 就替我报了名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 考上高中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发挥不错 应该能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 父母替我报名去打工 我肯定不愿意 我想读高中 考大学 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不管我如何反抗 我甚至绝食了三天 父母也没有改变心意 母亲说 我都只读了三年书 你都读了九年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要嫁人 早点工作 邦邦家里不好吗 读书这种事交给你弟弟就行 我宁不过父母 只能乖乖听从父母的话 不过我让父母答应我参加中考 原本父母就想让我退学了 我想看看自己三年中学的实力 也许是没有升学压力 中考我发挥得很不错 如果可以继续上学 我能上市里第二好的高中 我进了电子厂工作 每个月发工资 都得一分不少地交给母亲 她在给我点零花钱 工厂是寄件的 我的手脚挺快 几乎每次都是车间做得最多的 工资自然也是最高的 二十岁的时候 家里造了上下两层六建新房子 我问妈妈 妈 造新房子我可出了钱的 以后我结婚了 可不可以给我留间房 这样如果以后婆婆跟老公欺负我 我也可以回娘家 呸 母亲朝地上吐了口水 你这傻妮子说的什么话 还没嫁人 就想到以后公婆跟老公对你不好了 再说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以后你弟弟也要结婚 我们跟你弟弟弟媳妇住一起 怎么还能给你留间房呢 母亲的话又一次伤了我的心 我们家好吃的 好用的好玩的 都是先紧着弟弟 我当时学习成绩这么好 父母都不让我继续上学 弟弟学习成绩不好 父亲不怕累 也不怕花钱 给他在市里报了补习班 每个周末都送他去市里补课 我在厂里坐了四年 差不多有二十万工资 都给了父母 想让父母给我留一间房 他们都不愿意 让我有些心灰意冷 刚好我车间的车间主任 想自己出去单干 他约了我 让我做他的车间主任 工资福利待遇 都比现在的工厂好得多 我原本不想答应他 毕竟厂子离我家很近 如果要跳槽 我得去市里 离家就远 唉 想想父母对我的态度 于是我答应了原来的车间主任 辞职跟着他一起出去创业 我没有和父母商量 就辞了职 父母大怒 我都二十岁了 两个人还对我男女混打 不想让我去市里工作 我心里清楚 父母是怕我不再处理工作 他们管不住我了 于是我答应每个月都会给他们汇 不少于在村里工作的工资 父母这才同意我去市里工作 我帮着老板一起建设新厂 一起招人 老板也没亏待我 给了我原先厂里2.5倍的工资 奖金另算 还给了我0.5%的原始股份 后来厂里的工程师看上了我 我自己才初中毕业 但我喜欢有文化的人 工程师是大学生 他事事理人 人长得也挺帅的 说话也斯文 人也有素质 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我怕他嫌我没文化 是农村人 怕他不知道我实际的情况 我就把我自己的家境 背景文化程度 一一都跟他说 他却说 读书读得多的人 不代表就有文化 有素质 你虽然只有初中学 但我接你空的时候 一直都在看书 一直都在学习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吸引到我的 哎 人家不介意 我没文化 出身农村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自然同意跟他交往 我和男友恋爱以后 男友把我带回了家 他的父母对我都挺好 男友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他父亲原来也是电子厂的工人 还会跟我商讨工作当中的一些事 谈了三年多的恋爱 我们决定结婚 我母亲提出要十六万八千的彩礼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很多要求 我们当时还没有买房 我没想到母亲会要那么多的彩礼 那么多的其他附加条件 就想和母亲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少要些彩礼 我们还想买房 可母亲说 我们做父母的把你养那么大 要那么多彩礼不多 这样也显得你有面子 不管我如何跟父母说 父母就是不肯让步 我很不高兴 男友安慰我 既然你父母提出了要求 我们照做就行 我知道男友家里的经济情况 十六万八千的彩礼拿得出 可买房的钱肯定是不够的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面对男友的父母 准婆婆却对我说 给女方才里这自古都有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原本买房是公婆家是老房子 虽然是两室一厅 但只有五十多个平方 听很小 不想和公婆住一起 也是避免以后也可能的婆媳矛盾 可不管是老公还是婆婆 都无条件地答应父母 提出了要求 那我也不能太自私 于是我和老公公婆商量 把公婆现在住的房子卖了 我们买一套大一些的房子 一家人住一起 我也拿出了自己存的所有的钱 于是 我们卖了公婆的老房子 买了一套139个平方米 40亿厅的学区房 因为钱不够 所以我们只付了首付 结婚以后婆婆对我很好 没有什么我怕的婆媳矛盾 每次下班回来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公婆对我好 自然我也不能亏待他们 每个月我都交生活费给婆婆 也会抢着干活 时不时给公婆买点小礼物 我怀孕生下的我的第一个孩子 是女儿 公婆一点都不嫌弃 一直说女儿好 女儿好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我生下女儿的时候 公公还没有退休 婆婆已经退休 但为了多赚点钱 一直也还在打工 我生下孩子后 她就辞了工作 一心一意帮我带孩子了 女儿三岁的时候 我又怀孕了 生下了二胎 一个男孩 有儿有女 凑成了一个好字 公婆对我很好 老公也很体贴 孩子也还算听话 我感觉如果不想娘家的糟心事 自己是人生赢家 哪怕父母让弟弟去上了城里的补习班 可弟弟的成绩依然不好 他没有考上高中 父母也不想让他那么早进入社会 就出钱让他去读了技巧 弟弟很早就恋爱了 我二十六岁结的婚 弟弟二十二岁就结了婚 结婚以后跟父母住一起 吃父母的 用父母的 总之一句话 啃老 我结婚的时候 父母要了十六万八千的彩礼 可给我的陪价就是几床被子 两个皮箱 一台洗衣机而已 弟弟娶弟媳妇的时候 给的彩礼买的五金 用的都是我的彩礼 弟弟结婚的时候 我也包了一万的红包 可弟媳却嫌少 弟弟对我蛮横无礼 对弟媳却摆一摆顺 弟媳强势又小心眼 我每次回娘家 回去的时候 他都要盯着我 怕我从娘家带东西回家 还通过我父母的嘴巴 让我没事少回娘家 虽然父母偏心 但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弟弟没有结婚前 我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父母的 自从爸妈跟我说了 让我少回家以后 为了不让爸妈为难 我就很少回家 但每个月该给他们的生活费 我一分也没有少 弟媳怀孕 生了两个侄女 该给的红包我也都给 也不知道是不是弟媳太强势 父母明明是重男轻女的人 但对生下两个子女的弟媳妇 爸妈一句话也不敢说 前年的时候 父母刚土地征收分到了八十万 弟媳说两个侄女 也快到上学的年纪 说城里的教育更好 一定要让父母在城里买套房 父母拿出所有的征收款和存款 又问我要了十万元 在城里给弟弟买了一套房 因为弟弟弟媳都上班 所以父母也跟着来到城里 照顾两个侄女 老公还给爸爸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虽然爸妈也来城里住了 但我依然很少回娘家 如果想父母了 就让父母来我家 做点好吃的给父母 每次父母来我家都是空手来 大包小包地带走 我只在弟弟家搬新家的时候 去过一次 像这次装空调 是因为有村里人来我婆家这边走亲戚 和我提起夏天太热 我爸妈居然还只用一个小风扇 我心疼父母 也知道弟弟弟媳肯定不会给父母买空调 就自己掏钱给我爸妈安装了一台空调 弟媳妇很不高兴 他说 电费不要钱啊 他说我浪费 我知道弟媳会这么说 是因为我不同意给他的书房跟客厅装空调 他们搬到新房后就自己的房间装了空调 所以他说这么费电不让我父母用空调 还说老人都是不怕热也不怕冷的 我只能说 我父母的空调的电费我来付 我当时就这么一说 我知道我父母很省 他们应该也舍不得开时间久的空调 大不了睡觉前开一下 我以为弟媳只是说说 没想到一个月后 弟媳妇还真的问我要钱了 既然我说给我就给了 结果那天去了娘家一看 父母房间的空调罩住了 根本没有用 我问了父母 他们还不肯说 后来一通吵闹以后 我才知道空调装好当天 弟媳妇就拿走了遥控器 还把空调罩了起来 空调父母根本就没有用 弟媳妇还好意思让我付电费 而且还是那么多的电费 我去急和弟媳妇吵了起来 问他为什么不给父母用空调 可我明明是为父母出气 父母却骂我 妈妈说 是我跟你爸用不灌空调 太凉了 不是你弟媳不给我们 电费的事你也不要怪你弟媳 是我让你弟媳问你要的 你跟你老公的生活条件比你弟弟好 工资比他们高 你弟弟跟你弟媳加起来的工资 都没你们一个人高 你付一下电费怎么了 你作为姐姐不应该帮衬一下弟弟吗 我妈说得理直气壮 好像我就应该养着弟弟一家 她丝毫没有想过我的日子 是不是有她说得那么好 我跟我老公每个月还房贷 还要养两个孩子 公婆的退休工资都不高 公公为了补贴我们快七十岁 还在外面打工 而我每个月还要付给娘家生活费 还得应付父母 时不时问我要钱 我们每个月几乎存不下钱 我的日子和弟弟相比 并没有好过 也许还不如他们 毕竟父母每个月独 要从我这里拿钱补贴他们 但父母这些都看不到 这么多年妈妈说我 我从来不会顶嘴 我妈的话越说越难听 可能是多年的委屈 终于压不住了 也可能是弟媳妇 刚刚得意的眼神刺激了我 我对妈妈说 既然你对我那么不满 既然你们不觉得热 不习惯用空调 那我花钱找人帮你们拆了 说完我立马给装空调的师傅 打去电话 让他们来家里拆了空调 我对父母说 以后除了我该尽的义务 多一分我都不会出 爸妈以后你们也不用来我家了 以后让你们儿子儿媳妇 孝顺你们 你们不是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吗 我妈说我白眼狼 不孝顺 但我觉得我没错 你们说呢 那我们几天了 那个 Ice Ji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